看这些眼睛 好大只啊 哎哟 嚇死人 我们来到了淡水 赶不及来这里看日落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呢 就过来这里看日落 挺漂亮的 现在呢 下车的地方有挺多小吃宴 我们现在先去比较热闹的那一条街 然后找个东西来吃 过后再走走 这里因为在海边 所以风好大 很凉快 淡水金色 水岸 然后这里呢 都是海了 看到吗 淡水岸街 店铺也是挺多的 然后卖的东西呢 重复性也高 但是有看到一些就是 比较本地的 这里明显就是海鲜比较多 好像这些章鱼烧啊 炸章鱼啊 这些很多 花枝烧 然后这里呢 比较著名的就有它的铁蛋 带你们去看看 选择准备特别多 铁蛋 好多的口味 一个是十五对吗 对 要一个奶油的 然后一个红豆的 好 三十 谢谢 这里的车轮饼好便宜 我们觉得呢 淡水老街 它的东西呢 便宜过我们之前走的 它肯定比冯甲便宜 也比我们在高雄的那个夜市便宜 传统式的饼家 然后呢 这些就比较有创意的 然后卖一些手信 这里有一个广场的 看很多人就坐在这里吹风 因为还挺凉快的 然后可以看到海景呢 对面的亮灯的都是在海对岸的建筑物 这里好多家都是卖海鲜的 可以吃一整个set 可能它就在海边吧 所以海鲜也比较多 好了我们决定过来这里吃海鲜 我们的晚餐呢 来到台湾的淡水 吃热炒 看这些野鸡 好大只啊 看那么多野鸡 哎呦 嚇死人了 价钱呢不算太贵 然后味道也还可以 走台湾夜市呢 他们习惯性的就是边走边吃嘛 然后有些地方呢会有一些小桌子 这些就比较方便了 你可以买了好几样 然后坐在那里吃 在这里还看到好几座的寺庙 淡水之前有被报道的失恋博物馆 世界收集馆 哇住这里的居民呢 肯定很方便吧 他们一走下来 就到了淡水老街 因为这里呢 抓娃娃的机器非常多 而且是开24小时 现在我们试一试 试看我们的手机 看这些颜色真的很吸引人 而且多数过来的呢都是学生 好了我们短暂的停留在淡水 我们现在回去西门町 在西门町再见 好客观看 好客观看